台中市茂骨干种植面积520多公顷 年产量有1万多公顿 为了提升技术和品质 台中市农业局这天举办茂骨干品鉴活动 一共有60组茂骨干参赛 评审表示虽然去年因为缺水 造成茂骨干严重落果 不过意外今年的品质却比往年还要好 品鉴小组细心切开茂骨干果肉 透过塑胶袋包装压榨出果汁来测试甜度 110年台中茂骨干评鉴活动 这天在丰源阳明大楼展开 一共有60组茂骨干果农参加评鉴 外观我们占的比重是有30 有35 就是说它的比重可以到达35% 35% 那糖度占30% 那风味我们吃起来的肉质跟风味占35% 那另外我们有一个50%大小的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要求的就是说它的这个周径是25公分 我们讲的所谓的比重 拿起来重重的表示它的脂多 那另外就是表皮是不是有受伤 因为有的是会有风疤等等的小部分的缺点 台中市农业局表示台中茂骨干 种植面积520多公顷 年产量有一万多公顿 除了内销 大多外销东南亚国家 为了维持一定品质 因此每年都办理评鉴竞赛 而这一次一样依照外观风味肉质和甜度来评选 在它整个生长发育的后期 这个汗的比较 因为土壤的水分是比较汗 所以它表现出来的这些外观 瑕疵就比较少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汗 那我们绝对晓得 它的品质也会比往年更好 今年茂骨干的品质相对的 因为雨量少 所以相对品质都非常的好吃 那价格平稳 评审团表示 虽然去年因为缺水造成茂骨干严重落果 但没有下雨 日照和日夜温差大 今年的品质却比往年还要好 最后由石缸果农张正杰 拿下今年的茂骨王宝座 同时获得2万元奖金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导